我可是记得很清楚 你指着我的鼻子说你 别人都很讨厌你 别人都不喜欢你 那现在你已经变好了 如果我是你的妈妈 我应该为你欣慰 我应该知道 你现在是来变好了 那我作为你的妈妈 我会觉得很感动很欣慰 然后这终于孝顺了 可是 可是我不是你的妈妈 我的妈呀 她最近怎么了 被你训得这么好 她在干嘛 叫富有花 我觉得她 她到现在为止 很多的不开心 可能都是我导舍的 无论如何 我有责任 去让她能重新变回一个 能光快乐的自己 别别别 你先把义游穿上好压子 再见容易 再见很难 欢迎来到我们的 再见爱人彩虹记第二期 那为什么我现在 我这么找 我是个大猪头 因为现在我们要进行 我们这一期的第一个环节 我们要去突击检查 我们嘉宾的房间 然后我给嘉宾在 我家附近订的房间 然后去突击检查 他们的房间 看看他们在 没有镜头的时候 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 是什么样子 看他们房间乱不乱 看看他们房间 有没有什么脏东西 Let's go 我现在已经到他们房间的门口了 请来 disruptive 的 生意 白土 你怎么出来了 你先把油扔上 我压死了 好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出进你们的酒店 看一下 这个是啥 维C 乱不乱 还行 刚刚你们是在一起洗澡是吗 对 在一起洗啊 对 怪我们的半天没有人开门 可以突击一下你们的包包吗 嗯 拿着 袜子 袜子 对 哇 这他带着脏脑吧 对 好细心 酒精 传言您 所以你们现在 到外地都不会带一些有都没的脏东西了 就那些本来打算要带来着 但是 就是觉得过程中可能会比较累 所以就没有这样 我觉得别放屁了 觉得可能用不上 不是 你知道为什么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为什么 不是 不是 现在是在演吗 不会 就是因为12点要退房了 嗯 我就先提了 要不然的话 我会跟他一起的 正常情况下 你就很想跟他一起做 是不是 对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发现呢 没有什么发现 你们什么脏腻都没有 我们现在什么脏腻都没有带 我出门 我出门时候还问 要不要带个油啊 他说不用了吧 就这两天 你以为会吗 原来年少情深 也可以走到相看两眼 现在要带他们去吃 同龄的小吃 我是同龄的旅游大使 来 尝尝看吧 哇 这也不要三十啊 等待好不好吃 直吗 嗯 好吃 你们那里有这种吗 没有啊 我们这边就是那种长沙的那种 那种方块扁 那种方块 然后把汤扎进去的那种 铁板里基 这个在我视频里应该也看到过 没有 我是个假粉丝啊 对不起啊 你是不是剪掉 рос PTSD 冷不断 我倒不坏 对不起啊 哇 终于叫我 觉得是不说话带人 真的很好看 governor 快儿 Controller 这是中式还是大自贴吗 中式 那外来是裹了一层甜酱的 嗯 好好吃 好吃吗 它就是这种厚的这种 它的面糊是这种厚厚的 如果你没有酱的话吃起来有点腻 但是因为它面糊很厚 它把酱湿得很饱 味道很入味 这个是来拍美食节目的 我们是在家的人好不好 你们不是我们不是实验上的中国 但是每次 你会不会像富少一样 比如说 这个鸡腿很好吃 你跟它分享 它不太有回应是不是 嗯 它会把它自己再吃就给我吃一口 但是不会像那种很疯狂很drama的回应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一个环节呢 叫穿越时空的信件啊 我们这个环节呢就是你们两个人给对方写一封信 然后这个信是写给对方的 但是不一定是此时此刻的他 也可以是写给第一次见面的他 也可以是写给就是当时让你心寒的他 或者当时让你最爱的时候的他 好的每人30分钟的时间啊 开始 好的两位的信仪在我的手上啊 今天说一下小帅你这个个性可真是老刘本人 他写了一个小时啊 我们归你半个儿子写了一个小时啊 你的信贼是够慢的 那现在就算麻烦你们读给彼此听了 啊 那胖子先来吧 打个样 来吧 你是写给什么时候的他 我是写给十年前的他 嗯 来 写给十年前的小帅小朋友 你好 时间紧迫 你被M78星云提尔特大陆召唤师峡谷 选定要成为改变世界的大英雄 请你立即停下手中作业 仔细阅读本邮件 一 请你放下手中繁重的学习任务 立即去打游戏 当然 不是让你像上瘾一样去玩游戏 而是通过玩游戏 发现你的兴趣所在 在青少年时期的你的心中 种下一颗梦想的种子 好让你在未来实现你心中那一份 技术宅改变世界的梦想 第二 请你多离开你的书桌 走出家门 多和朋友一起玩耍 多去看看世界光怪陆离的模样 你需要有属于你自己的爱好 你也应该有你自己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的方法 你可以打开自己的心扉 用真实的感受去体验万事万物 带给你的喜怒哀乐 不要再把所有的情绪压制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不论好的坏的 情绪都会带给你巨大的力量 三 请你提前把答案记在心里 虽然现在的你可能没有办法理解 但这是未来能够帮助你走出人生逆境的一剂良药 不要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因为你的人生的意义 本就是你自己赋予它的 最后请你养成锻炼身体的好习惯 这会让你受益众生的 听到这封信有什么感觉 有感觉吗 这是很中二的一封信 就是可能觉得我比较二次元 所以这样写了吧 我还是很感动 因为其实他给的是十年前的我 十年前我大概是二十 也有十六七岁的样子 那个时候就是 我从初中开始就一直是 我们买就是就是我市里一些 比较好的学校 比较好的班级里的孩子 但是就是我可能会花比别人更多更多的时间在学习上 才能跟得上我的同学们 因为我动会比较慢嘛 然后明天晚上大概行为夜的时间就会比别人花很多 然后在那个年纪 其实我的生活就没有很丰富 其他的同学们可能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那么不管是爱看东伴的或者爱玩游戏的 其实那些话题我都插入不进去 导致了我其实现在有这样一个很孤僻的性格 就你高中的时候其实可以说是百分之九 是百分之百的经济的学习上 对因为你的动作圆满 因为你是地毯 是吧 可以这么说 但是到高三开始大家也都开始发力了 然后我在时间上去用那么多时间 其实我的同学们也会用那么多时间 就导致了我在高三就是一整个跟不上 高一高二的时候你是勤连补捉 高三的时候大家都勤快的时候你就对他对来了 对我就完全跟不上 所以就可能那个时候我需要一些更多的自己的生活 需要需要去知道我想到什么 然后 所以他是知道你那个时代的你的困惑是不是 对他明白那个时候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后我现在变成这样 我对对所有的状况都状况外的我现在的原因 是因为当时我其实是几乎没有自己的 几乎没有自己的 所以他想要那个时候的我 发现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你从高中开始那个时期就造成你人生中很凡的时间 就迷失了自我 是不是 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不知道自己 我没有考虑过自我 嗯 不过我听你 就是我看你的信 我实话说 看你的信呢就是 如果说我不知道是谁写的 我拿到这封信 我会觉得 是一个妈妈写给她是能想的孩子的 就是感觉不像是 好像不像是给伴侣写的 有一个 妈咪很重 妈咪狮子 没有没有看出来好像是对 这段感情啊 或者对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憧憬 或者有什么期待 好像是看到就是说 孩子就是说 就是就是 就是妈妈一辈子不能一辈子陪你 你一定要就是 成为更好的自己 就是 对 你的这个理解是对的 其实 对啊 我写 我写这封信包括我和她相处 我们稍微谈论一点严肃的话题 嗯 我所有的定位感觉就像是 我是一个 妈妈一个教育者的角色 我和她在一起更注重的不是亲密关系 而是教育 就是青少年的 问题 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可能是 对我来说比亲密关系更重要的一个话题 你们这边是妈妈是女儿是不是 对啊 来看一下你的 那你来给胖嫂读一下吧 是2025年9月1日的你 两年后是吧 对 两年后 因为今天是研究生入学的第一天 想必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我们此时此刻都已经站在了新生活的门前 嗯 那一年我已经29岁了 你28岁 会有比我们更年轻整整一代的汹楼人潮 将我们推过而立之年的大门 那时不知我们是否还在齐头并进 我们 现在再一次躲回我们的舒适圈 远离喧嚣地生活在一起 我坚定地相信我们能够克服万难 可是这一天之后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呢 你还坚定爱情在生命的比重吗 我还在为我的人生迷茫吗 我们是否终日忙碌而面都难见呢 是否还会被困于生活的柴米油烟呢 柴米油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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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州已过万重山 不知会不会被时代的灼灼红油淹没呢 我想告诉你 无论如何 我们已是过程的集合 我们曾相互以沫也味道而驰 曾彼此诅咒也相互祝福 未来也只是更多的过程的集合罢 不必感到不安 如果我们的距离只剩床头和床尾 那么我将忠心为你学会了自爱而高兴 如果你想要抛下与感情无关的所有一切 我将由你入怀告诉你 我永远都在 不要害怕 总有人爱你的 我和你自己 还有无数的不远远 这些套观众 你有被感动到吗 我有被感动到 你觉得真的 我没有 你有什么感觉 我的感觉就是 不在一个频道 没有任何一句话出动你吗 没有 他有一句话出动我 他说 别害怕 总有人爱你 我和你自己 还有无数的不远远 不远万里 那还有这一句啊 嗯 你说 我们曾相如以沫 也背道而驰 曾彼此诅咒 也相互祝福 所以你们 你们曾经彼此诅咒对方什么 可能是夸张的那一天吧 你曾经有诅咒他什么 我可没有啊 我发誓啊 你在内心默默诅咒他是不是 对啊 那背后画个圈圈 你曾经 你曾经心里有诅咒过他什么 诅咒他一辈子 就胜不下来 哈哈哈哈 有没有 其实没有啦 就只是互相有有有有不解 有没有曾经在某个时刻有真的恨过他 希望他就不太好 没有没有 可能就是彼此捆绑吧 彼此束缚 可能更加合适 这词用的有点大啊 我们忘了不为所动 不为所动 不在一个不在一个 就我和他 这种沟通鸡铜鸭讲 哈哈 你觉得他写的完全没有 没有找你的心理是吧 没有 我想跟你讲的是 我不是说 考研这件事情不是走入我的舒适圈 反而是我的不舒适圈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不自律的人 我是一个很没有办法静下心来读书的人 我是一个很爱玩很闹腾的人 也许我现在直接去从事一些对我来说 反而对于一些外向的人来说 很简单的工作 对我来说是更简单的 反而是让我去做这种内向的人 可以更加尽心的做在那里去真的去研究学术 反而对了说是更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实你听到这句话说 你觉得你还是火大了 你觉得他根本不了解你 我觉得他根本不了解我内心的真实的想法 因为我有很多想要去做的事情 你必须得要有这个入场卷 我才可以去做 我要不因为我写的可能就是太难了 没有这个机会了 没有这个机会了 胖嫂的心就是这么冷的 不好意思 我想解释一下 你解释 就是我说的舒适圈不是人生的舒适圈 不是你干什么会更加舒服 我说的是我们感情的舒适圈 因为我们俩在一起 其实如果就是直接参与到社会当中去 我们可能会更加难过一点 你就觉得在你们的校园 校园恋爱你们谈的是比较稳的 反而是工作之后的恋爱是比较 是吧 你这个舒适圈讲的是恋爱 是不是 对对对 我们回到了我们感情的舒适圈 那你肯定是工作生活恋爱 这个一个整体都好 你这个你才在舒适圈里 我才可以才是在舒适圈里 如果你经历让我就是 拥有一段比较稳定的感情 但是却没有给我一个 就是没有给我一个去展示自己的才能 或者是说给我一个就是 更加有笨头的生活 或者是一个更加有意义的工作 如果没有这一些 仅仅只是让我拥有一段很稳定的感情 这不是我的舒适圈 反而是在一步一步的走 温水煮青蛙 让我走上一个慢性死亡的状态 所以说 所以我不是在说 我一定要揪住感情不放 我下面那一段就是想告诉你 无论最后你想要的东西 最终你自己追求成什么样了 你需要我我会在 你不需要我我就 算了 其实就是踩到我们俩的一点 这个信我其实从头到尾没有过任何公司 也没有想要写任何一点点内容在里 我只是仅完成的一篇作文 你可能花了太很多心思去更思 这东西该怎么写 然后告诉我 其实你很了解我 那这东西 仅仅仅仅仅我们俩不喜欢这个环节 我没有说不喜欢这个环节 你可以把你自己想要 你自己如果现在正在参与这个环节 你应该把你这个环节 尽量的做成你自己想要去呈现的样子 不是吗 人本来就是带着料套跳舞的 你是可以无据无数的去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吗 不可能 既然你有现在有一件事情摆在这边摆着 就像写信这个环节 我也不认为说写这一封信能够改变什么 或者能表达什么 但是通过我自己写这一封信 我是认为我通过这样的呈现表达出来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那这封信表达了你是什么样的态度 只是这封信写出来就是你觉得很恶心而已 这不是这封信我觉得恶心 你现在写出来这些文字的那一刻 我在怀疑你是否有真的想要去了解我 好的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环节 还是结合今天对方的表现以及表达 送给对方一句话以及决定今天想不想离婚 好吧 好的 来看一下我们胖嫂写的 等一个幼稚的男孩成熟实在是太累了 也许是我太自私 我还要等下去吗 离 你怎么想的 我的想法就是写在这里了呀 就是我就是觉得 我就是觉得我们每过一段时间 我是能看到他在改变的 我是能看到他就是一点一点再成长的 大家可能这么七岁讲到八岁 对 但是我 我真的很 我是会累的 有的时候我也希望脱离这段关系 让我自己休息一下 此时此刻我感觉我旁边坐着要复首 那我们看一下老刘如何做的 好的 来看一下我们的小帅怎么写的 我们小帅写 做自己 做快乐的自己 不理 你是因为就是刚刚那个信没写好被批评了 你是你就不敢写太多了是吧 对 就是 还是你就就想写自己的吧 其实就是也就也就想这么写了 因为今天出去吃小吃了 觉得就是很开心 所以就干脆就是直输兄弟 你还是觉得就是说 虽然刚刚有点小真实但你还觉得总体来说相处的还是愉快的 对 就是希望以后也都这么愉快吧 所以就是做快乐的自己 那你可真是雷打不动 一个月吧 哈哈哈 你刚刚你刚刚吵了一下你还觉得很愉快 你这是雷打不动的 你的你的那个 心情的波动是很平的 嗯 其实没有太大波动 只是他想吵你就陪他吵一下 这种感觉 还好还好对 因为他不能让这个吵架完全太没回应是不是 对 你只是个陪吵 对我只是个陪吵 但内心其实没什么波的 没什么波的 好的 那以上就是我们的再见爱人彩虹记第二期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拜拜 拜拜